乘坐小火车欣赏大陆北方 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古老道区 引黄河水灌溉 宁夏的水道一年一暑 这是暑期的育教育乐 文静一点的亲子活动则有剪纸艺术 这些都归功于大陆教育部的双减政策 让孩子有时间做课余活动 这几年我写功课的时间变少了 大概六点多就把作业写完了 减少学校课业 减少课外补习 简称双减 如今已经一周年了 大陆家长真的有感受压力变少了吗 你双减了你家长压力更大了 对不对 你学校减少了 你娃该学的还是要学吧 对吧 每天晚上就拍孩子阅读半小时 刷题做作业 都是大人拍着的 很硬 以前呢 以前没人管 以前都学校学 对 明令不能补习 有钱的大陆家庭私下改请一对一家教 补习黑市因应而生 这让偏乡家庭的家长更焦虑了 一对一的请家教 但是我们家庭比较贫困一点 所以的话只能大人这么教育 因为我们农村的孩子除了学习有出路 最没有任何出 一小时至少两百以上吧 现在都是一处外三颗 基本上假如自己教不了 你只有 我觉得负担越来越重了 感觉 难怪大陆网友称 官方公布的双减成绩弹 他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因为补习转地下化 费用翻了几分 一场利益虽美的双减政策 敌不过多数华人 望子成龙的阴影期盼 TVB的新闻程序 陈向如名下报导